台湾在国际上购买的新冠疫苗 因为到货延迟 那么现在由国产的高端疫苗上阵 要来补上缺口 提供第六轮来施打 不过目前在国内有超过了113万人登记 有意愿施打高端疫苗 但是现在高端只有35.2万剂 完成封肩检验 所以这中间还差了大约78万剂 那么只有民众很担心 说现在难道连国产疫苗也不够打了吗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目前登记有意愿打高端的民众 还需要再扣掉近日已经打了莫德纳疫苗的人 所以最后大约会剩下90多万人 而高端疫苗封肩数量也会再提升 到时候起码会以60万剂疫苗作为施打的数量 而理想的状况会有80万剂 另外就是第七轮的疫苗接种 由于最近才刚刚载到了52万剂左右的AZ疫苗 所以到时候打AZ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国产高端疫苗终于要结绑上阵 提供第六轮登记的民众施打 而目前有超过113万人 登记有意愿打高端疫苗 可是现阶段通过封肩检验的数量 只有35.2万剂 这78万剂的差距该怎么解决 难道就连国产疫苗也是看得到 却打不到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高端疫苗封肩数量还会持续增加 以指挥中心已经定调 第六轮接种高端疫苗 可在8月16到18号预约接种 23到29号开打 至于第七轮要打什么疫苗 会不会是12号到货的52.4万剂台湾自购的AZ疫苗呢 AZ的可能性是相对的高了 不过还是要看这几天疫苗的到货的一个情况 才会做最后的决定 而指挥官陈时中前一天也宣布 近期还会有疫苗再来 都是国内现在有签约的厂牌 未来疫苗接种规划 适应年龄层往下开 要让活动力强 也是社会主要生产力的年轻人 能尽早获得保护力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